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专 今天我们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关于中国自费百年国运 让小学生学习如何反间谍这件事情 中国现在全民反间谍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录了两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了 现在随着中国的宣传机器逐渐的下沉 这个任务指标 也不知道是哪个领导拍脑袋 就下降给了小学生 结果就出现了在中国很多社会的场景 和很多学校里边 学生那么的嘎嘣大的小学生 就开始学这个反间谍法 或者如何鉴别身边的间谍 很多人觉得说 准头你又危言耸听 No 完全不是 所以今天咱们专门录期视频 我给大家详细的展开 讲一讲为什么让小学生学习反间谍 是中国自费国运 但一个做法完全是在自寻死路 不夸张的说 这种伤害对于中华民族的伤害 对于所有中国人的伤害 将会流毒无穷 好 那么话题从头开始 要想明白它为什么会自费百年国运 咱们现在明白什么叫国运 国运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词 或者说更加的存在于中文的世界中 有点封建迷信的色彩 对吧 以前中国无神论是不信这一套的 现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国家的上层好像也开始流行这种东西 但实际上国运从来不在什么风水之间 那是纯彻的 国运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它更多的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素质的 一种抽象的体现 如果说一个国家国运旺盛 说明这个国家的国民至少有充沛的劳动力 优秀的 相对优秀的品格 有创新精神 有开拓精神 有进取精神 这样的民族它的国运必然会好 这就叫国运 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国运 就像大清王朝晚期一样 士兵里面都是抽鸦片 都是大烟鬼 都是大烟枪 然后民不聊生 国家国库空虚 老佛爷只知道修园子 现在修园子不满足了 还要修别的东西 是吧 这种情况 这个国运就不会好 那你修多少样的园子 修什么样的山水 刚讲究这风水那风水的 都是扯淡 大清不是亡了吗 对不对 这是我们首先放在节目最前面 先要说清楚 达成一个共识 然后我们说 为什么教小学生识别间谍 这么一个看似的很简单的事情 怎么会自毁国运呢 一步步来 首先小孩子的特点 咱们都是小孩子过来的 你回想一下 小孩子其实特别的 用今天的话说 网络用语叫二极管 小孩子在人生的车上过程当中 尤其是小学生 他的善恶是非分辨能力较差 所以它是一个二元论的世界 我们也可以称为二极管 非黑即白 非善即恶 小学生他谈问题 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 这个是好看不好看 他没有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是个好人 从这个角度是个好人 除了被搞之外 大部分小学生没有这个能力 这是人类生活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 你通过说 教他去识别 间谍 他网上说什么什么 半夜妈妈房间里 传出什么样的声音 这个咱们过往言之 过往听之 有人说是造假 有人说不是 不管怎样 它是一种中国现在全面间谍运动的 一个抽象的体现 这种怀疑会给小孩子种下一个深刻的烙印 就是让他去怀疑 有人说那春头 你不说要怀疑一切吗 对 没有问题 要怀疑一切 但是怀疑之后你要做什么 这个问题很关键 怀疑的下一步是思考 是推理 是分辨 然后思考 推理 分辨 下一步是求证 所以我们如果简单的说 就是怀疑 然后思考 然后证明 这样三步走完之后 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逻辑 OK听好了 比如说今天网上看一个谣言 那我看到谣言我怀疑 作为一个自媒体人 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会怀疑 然后我就会论证他 去求证他 去探索他 看看他是不是谣言 经过分析之后 查过相关的证据论点之后 我判定他是谣言或不是 做出结论 这是我们正常人 但孩子如果他这么小 就开始去种下一个 说去怀疑间谍 去查这个人说这个话 他是不是间谍 那个人说这个话 是不是间谍 你看中国这个什么宣传的 说如果有人对于什么科技 历史知识等等 都很有夸夸其谈 都很有看法的话 他有可能就是行得到50万 就是间谍 哎呀我的妈呀 那中国这样的人多了 对吧 出租这些司机 包括一些什么教师 包括袁腾飞这样的 袁老师这样的 那不都得被抓起来 对不对 这完全是扯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孩子被种上怀疑的问题之后 他没有经历过后边的训练 他被加强了怀疑之后 他会进行一种叫做 怀疑惯性或者怀疑病的状态 这是我自己给起的名字 他怀疑 怀疑之后还怀疑 怀疑之后再怀疑 这叫什么 这叫阴谋论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 你就通过学校的教育 教育他去怀疑身边的那一切 当这个孩子长大之后 这种烙印会跟随他一生 最后导致他身边对什么人都怀疑 那你想到这大以后他要成家吧 那他成家之后 那他可能看见媳妇这儿有个头发 或者有个什么东西 就怀疑媳妇跟别人开房去了 女孩子也是 对吧 看着老公这儿有点什么什么味道 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吃了 那家里能不能吵架吗 能不打吗 对不对 任何事情都怀疑 但是他没有后面两步 如果你说你正常 你怀疑你老公有问题 先不吭声 或者你怀疑媳妇有问题 先不吭声 通过刑侦手段 或者拜托朋友 或者通过什么手段 你悄悄去调查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最后证明是或不是 如果是你自己多讲了 自己好好抽几个大嘴巴 随便怀疑别人是不对的 长教训 这样人以后怀疑会越来越少 但问题这些孩子没有这个能力 现在这个孩子就像在文革时候 长起的那一代 那些红卫兵们 你看看现在中国还有多少老红卫兵 拿个红老书 还在跳中子舞呢 他们的人生思想被定格定死 在那个世界 他们现在活着他们的肉体 他们的精神早就死在那个年代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刚才咱们说的是 对于家庭怀疑有问题 对于他个人也是如此 一个人如果经常习惯性的怀疑别人 他自己是很难融入一个集体的 他也很难在生活中找到真心的朋友 他总是在怀疑 总有刁民想害人 这样的人身边不会有真正的支持者 也不会有真正的伙伴 他会经常被别人抛弃或者背叛 而且更有甚者 对于国家对于社会来说 这种习惯性的惯性的怀疑 会有惯性飘移吗 这有惯性怀疑 惯性怀疑同样也是社会的大害 所以这绕了一圈 你发现中国就特别喜欢干 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问题 怎么呢 你看咱们讲道理 中国现在多灾多难 虽然中国宣传什么多难兴邦 但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 就非常容易有这种怀疑的土壤 就非常容易有这种谣言的土壤 就开始传播 这种谣言的传播 怀疑论者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 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有立场的怀疑论者 比如像粉红们 他们会不停地批谣 就是所有反贼发的 所有墙外发的 都是敌对境外势力的言论 但是你要反过来 中国很多民众 因为从小的怀疑 或者从小的不信任 他会本能地对政府缺乏信任 这不是回力标呢 就是这样 揉一圈 啪拍自己脑门上 你让他们相信了一切之后 他们反而不相信 你想是不是这么道理 就是说这次的北方水灾 政府的公信力在民间荡然无存 哪个民众还相信你政府的赔偿 哪个民众还真的相信 你政府公布的真实死亡数字 这些怀疑多了之后 是不是加速地瓦解 中国的统治根基呢 是不是加速地瓦解 中国普通人民这些韭菜们 对于政府的信任呢 当然是 对吧 这是加速的怀疑 然后同样对于政府 未来能否带给他们信任 带给他们希望 带给他们幸福生活 这同样也会怀疑 而且你看最近 网上出了很多谣言 有些人是就是不知道被骗 那天我先看一个 结果网上也是一个朋友 一个前辈 算是一个搞艺术的老先生 他就是别人发给他图片 结果发给他的是当年郑州水灾时候的图片 结果他不知道他就发的推上来了 后来朋友们告诉他才知道可以删掉 为什么 就是怀疑 中国社会现在充满了怀疑 但怀疑还不够 现在还要让孩子教会他们从小 就要落在他们骨髓里边 去怀疑身边人是不是间谍 这什么叫自己挖坑自己跳 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未来的中国社会会处在一个长期的动荡之中 而这种怀疑将会为此起到一个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到了后期就是咱们之前说的文革高潮 怀疑就可以定罪 怀疑就可以批斗 重点不在于说你有没有做事情 只要我怀疑了 就可以夺取你的家产 就可以夺走你的媳妇 只要我看上了 我就去怀疑 那个时候那真的是人间地狱 那人就没法待了 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你说这种社会 它是不是毁国运啊 对不对啊 只不过为了一个极为微小的事情 你别说我给中共出主意啊 我再三强调 有了能老怕我给中共出主意 我这么跟您讲 中国政府要是听劝的话 轮不到他听我说 党内有明白人 党内也有知道事 包括雄安对吧 早都之前说不能见不能见 怎么着 这不就见了吗 三峡不能见不能见 这不也见了吗 对不对等等等等 他但凡听劝 他不用等着说海外听我说 党内自己就解决了 问题他不听劝 所以不要有些人 我看有些甚至有些主播也老觉得 你给中共出主意 出没的主意啊 人家就是正常的自我言论表达 同样砖头也是如此 所以您看我节目的人 您不用替他们操这个心 好不好啊 绝不会说有人说 好家伙中国要灭亡了 听个砖头一句话了 您别给我网上抬 我扛不起 我他妈不当着野生的国师 好吧啊 这题外话我说回这个问题本质来 所以今天我们现在这里谈论这件事情 我其实本质上我还是更加希望中国能够避过这一劫 但是很可惜 情感人希望 但理智上被劫避不过去 中国这批孩子从小受着教育 家长们辛辛苦苦挣着钱 受着白眼 受着累 把孩子送到学校去 就被学校给压成了一模一样的这种小九菜面 你仔细去看中国现在的教育教学 英式教育 刷题 这种教育方式无一不是在强化 孩子在对和错之间做选择 那么今天对和错是间谍和不是间谍 你看本质上是一样的 它都是一种二极管的二元论的这么一种东西 不是这个就是这个 不是这个就是这个 那么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 他是没有我们说今天的很多人所拥有的 这种多现成思考能力 他不具备 他不能说一个问题 说这是个苹果 通过这个苹果你给我讲出八个面来 你给我从六个角度分析这个苹果 他想不出来 他没有这个能力 苹果就是苹果呗 那还能是啥 这种人 他的大脑在他发育的时候就被阉割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 为什么说百年国运呢 一个孩子从这时候长大的时候到他二十岁 咱们说二十五岁生孩子 二十五岁下一代 被这样的孩子养大到下一代 你可以可想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被他养大的再下一代 然后中国如果重新恢复正常了以后 还有一个过程 所以至少是百年四代人 四到五代人 至少是这么长的时间 中国会处在一群没有创造能力 只知道yes or no的这么一群人类的这种充斥当中 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之前不是说吗 说很多中国的朋友 如果你们生活在中国 你们又不愿意离开或离不开的话 你们要花时间教育你们的孩子 千万不要把他们丢给学校就完了 你每天回来 除了辅导作业之外 你要跟他谈心 要塑造你的孩子多现成多角度 独立思考的问题 同时管住你孩子的嘴 不要把你们交给孩子的东西 交给老师 那样这个孩子反而会被打成反贼 你们必须要多花心思 多花成本 才能对抗这个世界 对抗这个国家 对你们孩子进行的洗脑和糟蹋 像原来我用糟蹋这个词 在我看来 把孩子的脑子洗成这样子 实际上来说就是一种糟蹋 这样的人长大之后 你看着他外表是个人 器官啊肌肉都是个人 但他本质上是一种亚人 他没有一个正常人类 该具有的多现成思考的能力 那是非常可怕的 有人说我为黑而黑 咱们不信走着瞧 过些年 你就真的能够体会到 我今天所说的 并不是空穴来风 好吗 好了 今天这个话题 如果说是录小的话 咱就别录长了 是吧 咱们就聊到这里 对于本期内 有什么观点看法 老生常谈 欢迎您评论区留言 如果您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欢迎您点赞或者订阅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